大量钢筋万区倒塌 当时有一名工人站在蹲坐内来不及逃 惨被大量的钢筋给压死 就连要找出遗体 消防人员连续烧断钢筋 花费了三个小时 才看到这名已经罹难的工人 事发当下工人当时站在钢筋内部 外层一圈是钢膜 钢膜内还有一圈的样架 工人进行的工程正在确认所有钢筋的垂直度 不过因为调整时钢筋受力不均倒塌 最后一道防线的样架 支撑力小于大量的钢筋 导致人被压死 这个钢脚垫太细了 到底钢脚垫都要对拉 四个脚都要拉 可能拉两条线而已 意外发生在台中石钢区 国四衍生计划的东风快速道路第三标工程 去年十二月底才刚开工 预计在一百一十六年十二月完工 不过十九号发生公安意外 现在工程被勒令停工 虽然是有设置样架 但是我们后续还是要查一下 它的样架的这个施工图跟设计 看看有没有符合强度的规定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倒塌 劳动部初步判断 疑似在样架的设置有出现问题 重量无法支撑住钢筋成为意外的主因 工程致死也将裁罚营造公司30万元 并追究厂商责任 三星新闻台中采访报道